沒有關係啊 時間的關係 接下來啊 請 我們的評譯中心的董事長 李滿志董事長 去年5月的時候 我在我的臉書上面啊 公開質疑說 《經濟日報》刊的這一個報導 李滿志捍衛金融消費權益 我質疑 這個是紀錄性的行銷 這個是花錢買的廣告還是新聞 這個吹捧啊 我們的評譯中心的董事長 這則報導花了多少錢 結果第二天 我跑去寶發中心考察的時候 財委會去考察啦 我自己不寢自去 我也參與了 你當天跟我講的說 這不是智慧性行銷 是記者主動採訪我 你有沒有說謊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不是我們買的廣告 這則是記者來採訪我的 他是主動採訪你嗎 主動採訪 他怎麼會幫你寫一個 這背後 竟然還有投保中心的logo 我看了這個新聞以後 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怎麼會一個經濟日報 當我們的李滿志董事長做這樣子的專訪 看的版面這麼大 是記者主動訪問你 這個事情齁 我其實一直默默的在追查 因為那一天 你跟我講的答案 我可以老實跟李董事長講 我完全不相信 因為已經違反了我 我作為一個正常人 自視的判斷 結果你今天還這樣講 來看一下 記者李滿志董事長 收見的人 經濟日報 金融中心副主任 陳小姐 陳副主任 經濟日報 來問我們的評譯中心說 你有沒有預算啊 可以開個9.5萬的廣告 如果你有這個預算啊 可以開這個廣告的話 我有優惠 有回饋啊 回饋就是李滿志董事長 能夠有一篇專訪 這封email是真的還假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記者我們以前在 我在 舉舉頭服務的時候就是認識 那這個回饋 這個9.5萬 確實就是一個 年間的這個 廣告 這個部分也有 是廣告嗎 沒有 年間的部分是評譯中心的廣告 所以你認為說啦 今天這個記者 跟你講說9.5萬 看廣告 可以搭配你的專訪 你認為啦 你9.5萬 花的是廣告 不是那個專訪 這個是你主觀的認知嘛 是這樣啊 是嗎 好來問一下 請問你 看燈這個9.5萬的廣告 燈在哪裡 經濟日報年間啊 好 經濟日報的年間 金融消費評譯中心 你如果要做廣告的話 讓更多金融消費者 知道 評譯中心 大家可以樂於使用評譯中心 政府要花這樣的廣告錢 我老實講 我不反對 那我現在就問你啦 依照 我們的評譯中心 所做的評估 看在 經濟年間上面 有多少金融消費者會看到 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廣告宣導 我們金融教育的宣導 是各個不同的層面 所以不管 請你先針對問題回答好不好 這個廣告 經濟年間的部分 你花了9.5萬 你告訴大家嘛 我花這9.5萬是看中 經濟年間的廣告效益嘛 接觸更多金融消費者嘛 不是為了我李滿致個人的專訪嘛 那我現在就問你啊 你們花國家的納稅錢 去看這種廣告 不用先事先評估它的效益嗎 所以我才問你嘛 你們評估出來 這個經濟年間 有多少金融消費者會看到 我們的廣告其實有不同的層面 有些東西是沒辦法量化的 那我們就先針對這個部分 請你具體回答好嗎 各位原報告 因為我們的金融教育宣導 也包括了金融消費者 跟金融服務業 所以經濟日報 是屬於一個非常專業的報紙 好 我問你 我就直接問你嘛 經濟日報是專業的報紙 我從來不否認啊 現在我在質疑的是這個經濟年間啊 我簡單的問你啊 2018年 經濟年間 2017年經濟年間 全國的圖書館 有多少圖書館 收入這本經濟年間 你知不知道 這個部分 如果我有需要 有進一步的資料 我可以 不用啊 我現在就可以跟你講啦 2018年的經濟年間 2017年的經濟年間 全國的圖書館 有收入的齁 一家 但是不見得是圖書館的部分 才對金融消費者有幫助 只有一家 我們在車廂廣告也做啊 這個部分消費者也可以看 直接齁 講一件事啦 花納順人的錢 在媒體搞置入性的行銷 幫你們擦枝抹粉 錢可以這樣花喔 請顧主委 請顧主委 記者來訪問 就是記者來訪問 請顧主委 證據都已經秀出來了 今天你們有花這9.5萬 會有這篇報導出來喔 請顧主委 我們買的是經濟年間 對嘛 所有的人都可以進行理性的判斷 你9.5萬 花的是那個經濟年間 根本沒有什麼人在看的 還是在花在你個人主委上面 的進入性行銷 大家可以有理性的判斷嘛 好 謝謝時間到齁 其他順便補充好了齁 OK 後來後來